眼前这位就是抽烟喝酒烫头穿了耳裤 斯诺克传奇巨星改革台坛的男人 不仅是奥沙利文的偶像 更是吉林怀特 约翰维尔哥 达赫迪 戴维斯 亨格利的大哥 从70年代开始影响斯诺克轨迹 创造花式台球的干法加塞创始人 人民冠军之首斯诺克的矿石器材 有着甩居鼻祖之称的巨风阿里克斯·西金斯 以一人之力给斯诺克带来百万观众的大神 席卷从1919年起人的斯诺克运动 让这个沉默无聊的运动改革成激情澎湃 让当时无数英国青少年热爱追捧 出甘如风走路带塞就是形容巨风的名言 性格火爆脾气不怪 曾经公然不带领结抗议台联 就和小老弟火箭打146抗议台联一样 机球风格潇洒标端满场不走位狂风乱炸 将进攻融入到自己血液注入灵魂 只要有巨风的比赛场上必须爆满 下面就是老哥载入史册生涯十大变态机球 杆杆爆掉高囊 让人拍案叫绝 每一杆都诠释着自由浪漫大开大合的华丽进波 全是斯诺克顶级暴力美学 首先来到风神第一杆 本场就是巨风著名的史诗青台 这是1985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 大哥巨风对局老弟旋风 这波青台操作堪称史上无法超越 爆干粉球后巨风上手秀出绝学大力甩鞠 粗暴的寸镜可准备碰出逆天青台 非修走钢丝反物理进中弹 让全场球迷看得拍案叫绝 从70年代开始如果说 其他选手还在纠结防守抹去 巨风早已经摆脱台面的束缚打开隐藏轨道 下面请看老哥这波操作 让你明白什么叫单法 什么叫暴力美学 第二单来到巨风 神仙暴力翻带绝杀对手 海面现在粉球已无任何进攻机会 请看巨风如何打出 神仙长台翻顶带 说起翻带巨风可是鼻子 新手看巨风打球都说靠运气 自身老球迷都清除火箭的 思增失传雨水 包括低边之王旋风白球 第三单来到巨风强行解球 白球此时贴上黑球这单斯诺克 老弟戴维斯表示非常满意 请看巨风如何一敢粗暴解球燃爆全场 本场是80年代经典的斯诺克双打赛 巨风旋风大战戴维斯和米奥 只要巨风在场上 必定是人山人海涨上为女 第四单再次来到巨风秀反物理神仙青台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知道 老哥准渡雨干 全场站在左边几乎原地击球 黄秀加塞与准渡白球永远能找到回家的路 奥沙利文在比赛中也是女士不守 最后再秀黑球斗钢斯进离带完成青台 11 这就是斯诺特天花板传奇选手的实力 风神第五端超级线的国局 请看红球这样的准备 基本现在很少选手在手中进攻 但是飓风就是腾剑豪和准备强队 最后白球走位完全是放了 接着再秀一杆准备燃爆全场 论斯诺克的精髓那无疑是观赏性 没有观赏性斯诺克至今还是小动力的 第六端来到飓风大力的四船进去 请看老哥观察完台面后 打出载入史册无法超越的一本神仙组合体 接着请看这杆神仙挂带甲的组合球 真是太绝了 我愿称老哥为陆地针线 先不说什么运气 就这想法当代谁能品 来到风神第七弹飓风 打出一篇定钢武裤反弹 本场是1982年世锦赛半局赛 飓风落后两个赛点大力风起码起 打出台联誉为二十世纪最强进攻局 当代选手只有超分秀操 老哥可是不管超分与落后 只要被他看到有机会那边上手不进攻 二哥旋风怀特真是身不逢时 巅峰时期遇到大哥 后面又遇到戴维斯接着又是风格力 不过有一点二哥打球确实太浪 本次世锦赛也是二哥最有望夺冠的 来到风神第八弹飓风光速长排翻子带 这杆翻带的准处与速度弹圈好 随后再一记突爆低端 请看发力和旋转是不是明白 为啥是二哥旋风怀特的老射和大 第九端来到巨峰打出消失的咖啡琴 白球完美大弧线台面炫 二哥怀特也是完美地继承了巨峰的低端 当代也被小色很好地给传承 最后一端地识感巨峰精彩秀自创绝水 长台甩决和刁端准备一天进去 敢敢让你怒动口袋开案叫绝 就这准度妥妥斯洛克史上最准 这道无虚发的准度你可以去试试你的运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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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